多時短,他們如何經營,我給你去會有見證 阿們 阿們 在牧羊的世上,我也是很軟弱的 但時代經歷和同伴的牧羊是站在神的恩典中 阿們 我是負責主日點名的 然後在每主日在點名的時候看到許多的名字 或是他們沒有來主日,我裡面就會很有感覺 就會一個個把他們的名字寫下來,然後貼在我的書桌上 那在周六跟周日,我會在我的生活操練表裡面空出一段的時間 那段的時間就叫做奪命連環空 就是負責那段時間就是供應小羊生命 就是一定要打電話給小羊邀約到主日的 那我們在生活中怎麼邀約小羊到主日呢? 這個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我們平時要有很好的餵羊 我們是要顧到小羊的需要 那我們姊妹們就是中午會一起餵羊小羊 然後早晨有一天,一週一天會去學校與小羊成心 然後我們也會把小羊帶到小排中牧羊 那我很摸著這個與姊妹們一同佩搭牧羊中這個禱 歌羅西書四章二節說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 在此謹醒感恩 我們需要有一個堅定持續的禱告 時常與姊妹們與活力敗就跪著為小羊們禱告 一禱告就禱告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很印象深刻 這已過一週我會養我的一個同學 他是我的小羊 那他向著我是非常不敞開的 但是因著他有一些的環境 我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就在那裡帶著他禱告 用神的話供應他 在那樣禱告的過程中 我的那個同學就流下眼淚了 結果摸著他其實以前是不敞開的 但藉著我們的牧羊 藉著神在那裡的做功 他就得著了復甦 並且我這個人也得著真實的復甦 我們時常可能會覺得自己夠不上 但是我們的小羊其實是比我們更需要主的 也需要做擺上自己的人 也要擺上我們的禱告 也要擺上我們的禱告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上一週主日10月18號 那